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可以让你在家待着吗 我对你家家害怕 怕怕 有什么怕的 就你事说 去 去跟那边小孩玩去 你看这女孩啊 就是不容男孩 这凶器 秀芬姐 这女孩啊 有女孩的好 这不够话说回来 最近呢 我可是在新闻上听说 咱们这块 来来伙人贩子 这子涵呢 你可得看紧点 哪那么多人贩子 放心吧 子涵丢不了 来 咱们接着跳 子涵她妈又来电话了 这一天呀 恨不得打一百个电话 就怕呀 我看不好人家子涵 喂 又怎么了 哎 妈 明天不就是子涵生日了吗 我想问问她想要什么礼物 行行行 我这就让子涵接 子涵 子涵 我拿了电话 奶奶 你在找谁呀 老婆 赶紧走吧 要不来不及了 哎 傻生 你要是忙你们先忙 等到子涵说要什么 我晚上再告诉你啊 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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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孙琦 我孙女丢了 什么 丢了 刚才看着跟小孩玩了 这一转眼就不见了 那会不会被人贩子抱走了呀 人贩子 哎呦 我的老天人 这可怎么办呀 这人在各位 你看 秀琴姐 你看我这 我也就这么一说 你看 要不咱们大点火 一起去帮忙找找去吧 我看呀 咱们还是赶紧报警吧 对对对 这孩子丢了 报警越早越好 报警 秀琴姐 要不这样 这边你交给我们了 你先回去看看 这说不定孩子 他自己也回去了 好 我回去看看 你们帮我找找啊 好 咱们大家伙散了吧 都一块去找找 好 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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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怎么了 放上去了 你看见子涵了吗 没啊 他不是跟你在外吗 不行啊 怎么办呀 这叫子涵 子涵丢了 丢了呀 什么 丢了 我在这儿跳广场舞呢 他跟你帮小孩在那儿玩 我这一转眼他就不见了 我找了一大圈也没找到呀 这这这 对了 我赶快报警 妈 等一点 不能放心 叶莹 你什么意思呀 妈 咱俩现在可全都靠着我哥 我嫂子给钱过日子 我嫂子要知道你把他女儿弄丢了 那咱俩等着和西北崩吗 那要是子涵真的丢了怎么办呢 你放心 咱们县城就这么大点地方 那子涵短股短腿的 他能跑到哪儿去 我一会儿发动我朋友去找 肯定能找到 要是你哥和你嫂子知道子涵丢了呢 你迷什么呢 我哥和嫂子成天又不在家 我们只要在他们两个知道之前 把子涵给找回来 这事不就过去了 对对对 你说的没错 我听你肃琴阿姨说呀 张婶啊 差点把他孙女弄丢 他们家到现在还闹着分家呢 我估计是子涵回来了 这死丫头 还要担心 看我不扒他一层皮 妈 我们回来了 妈 你们怎么回来了 其实我们早就回来了 这不子涵明天不是过生吗 我买礼物去了 谢谢啊 给他个精品 子涵 你看妈妈给你买什么礼物了 你最喜欢的娃娃 子涵 子涵呢 子涵没在家呀 子涵 子涵呀 去同学家了 对同学 同学家 哪个同学家呀 去 去司司家了 对了 去司司家玩了 你要不信 你看那个 司司马果录的视频 你看又转个来 快点慢点 快点 那个咱们先做饭 这个饭做好呀 咱就回来了 对 我们先做饭 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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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帮给我 还好手机上存了之前的视频 不然呀 差点就露馅了 月阳 咱俩都在这儿 谁去找子涵呢 放心吧 我已经把子涵的照片发过 不过让他们帮忙找了 一会儿你想办法拖住我嫂子 我出去和他们一起找 好 好 子涵怎么还没回来呀 妈 妈 这快到饭点了 子涵还在同学家不合适 我去接他 等 等一下 请来 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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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来 请来 不用 那个思思妈说了 一会儿呀 她就把子涵送回来 嗯 妈 她想接孩子 让她去呗 咱都多久没见着孩子了 这回来这一路 她一直跟我这儿念的 不行 她不能去接孩子 妈 我为什么不能去接子涵啊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妈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嫂子 你别误会 妈也是心疼你们这赶那一天路 累一天了 再说 我还用不回来 不用接 对对对 我是怕你们累了 没别的意思 老婆 妈也是好心 这么着 你先坐下歇会儿 等会儿饭做完了 子涵没回来的话 我跟你看 接下去 好 好吧 好 谢谢 思思妈 喂 思思妈 怎么了 怎么了 子涵妈妈 我听说你从城里回来了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 那是 也不看咱们什么关系 搁别人我才不管呢 对了 子涵在你们家怎么样啊 玩到现在都不回来 两个孩子玩疯了吧 你在说什么呀 子涵 她没有在我们家呀 什么 子涵没在你们家 思思妈 我婆婆说 子涵在你们家 跟思思玩啊 怎么会没在你们家呢 没有啊 我们思思在培训班上课 根本就没见过子涵啊 妈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跟我说 子涵在思思家 思思妈跟我打电话 说没见过子涵啊 我 我记错了 去王格格家 王格格家 格格家 格格家呀 妈 这不对劲吧 您刚才说 子涵在思思家 现在又 变成王格格家 这子涵到底在哪呢 嫂子 你什么意思啊 妈说了就在王格格家 你是说妈撒谎呀 不 咱妈年纪大了 记错了不是很正常吗 正常 赵磊 咱们从进门到现在 见到过子涵吗 他们现在连子涵在哪 都说不清楚 这正常吗 哎呦妈 您赶紧跟秦涵说清楚 子涵在谁家呢 大哥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咱妈都说了 这子涵在王格格家 你还问 连你也不相信他妈妈 哎呦我不是那意思啊 好 那我现在打电话 给王格格妈妈 我问问子涵 到底在不在他们家 哎 不能打 不能打 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是故意的 秦王 你这么激动干嘛呀 不就一部手机吗 我再给你买新的 正美你有病吗 这是手机的问题吗 咱们从这门到现在 看见过子涵呢 一点都不担心啊 他到底是不是你关于 不是 知道哪跟哪 就上刚上线的 妈不是说了吗 还在格格他们家 怎么变成我不担心了呀 穷这话说的 好像妈把孩子弄丢了似的 丢了 妈 哎哎哎 子涵到底在哪 他是不是说什么事了 你是不是把他弄丢了呀 啊 不行 不能让他知道 子涵丢了的事情了 嫂子 妈什么蹦啊 咱们要把子涵弄丢了 他肯定满大间的去找了 他至于还在这家吗 就是啊 怎么说一说是一说啊 妈给人家带孩子不容易 这么说多让妈心寒呢 妈妈 你这是他没法过来呀 妈 不行 我把你们带孩子 你们还要把孩子弄丢了 我冤死了呀 我冤死了 清朗 我知道你一直嫌咱妈 给咱带孩子带的不好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说咱妈呀 哎呀哥 你别说了 我看呢 嫂子就是看咱妈不顺眼 回家就各种整事 我没有 我只是想知道 子涵到底去哪了 哎呀 你们是去城市里赚大钱的 现在不一样了 嫌弃我这个死老太婆没用了 我冤死了 我不想死 妈 你只需要告诉我 子涵 江青兰 有王没王了 好我们以后立场飞得让妈生气吗 就是 咱妈都说了 子涵在王哥哥家 你还一直没想 好 那我现在就去王哥哥家找 哎 秦兰 子涵找到没有啊 子涵丢了 子涵丢了 秦兰 你 你还不知道啊 你们刚刚不是说 子涵没丢吗 不是说你丢了你们吗 现在谁能告诉我 子涵到底怎么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俩看我干什么 是子涵拼于肚子 妈带着的 勒 秦兰 我 你倒是说呀 哎呀 妈也不是故意的 我给她锁到家里了 谁叫她跑出去了 我找了一大圈也没找到 对对对对 我也让我的很多朋友都去找了 所以子涵早就丢了是不是 你们一直在骗我 是不是 这怎么能说是骗呢 我是 我是不是不想让你们担心 我现在就去找子涵了 子涵要是出什么三长两短 我跟你们找的没完 哎 将近来 你什么意思呀 秦兰 别蠢了 赶紧报警我们找孩子去 子涵 子涵 有看到这个小女孩吗 嗯 没看见没看见 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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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疼吗 子涵到底去哪儿啊 没事啊 咱妈和月影已经报警了 子涵不会有事啊 子涵 子涵 幸亏那个老太没看中 我们才能得手 这年头太不容易了 一个个都看得那么近 咱都在这待了好几天了 也就干上这一票 近期我献流窜入一伙人贩子 并发生多起孩子被拐卖案件 本台提醒各位家长 请务必看好孩子 生贩子 下车 下车 孩子给我放下 啊 你干嘛呢 快来 有人追过来了 快跑 下车 别 下车 下车 松手 松手 松手啊 把孩子放开我 你生气没吗 这车上没你孩子 你 你两个干嘛 快帮忙啊 把生命来的 咱就走不掉 你快走 我说送孩子放开我 放开你 自己孩子丢了孩子 赶紧去上 我们没怪你孩子 就是你们 我等一下跟着你刚刚 真的到了一个放火 起来 什么回事 老公 自然被他们折上了 快拦住他们 放我孩子 啊 被人的孩子 好好 快来 有人偷孩子 他们偷了我们的孩子 这不能 我的 死海妈妈来了 死海 这里没一孩子 我们家俩就是个作学货的 我今天看见你们把孩子放进里面的 今天这个会被小姑打开 有谁也别想走 你说打开就打开啊 你算什么东西 我 关系在里面 子涵 子涵 听意思 这俩人是人贩子吧 不行 我得去帮个忙 哎小猴子 别冲动 不能光听一面这词 万一冤枉人家俩人呢 对啊 还是报警吧 让警察来处理 我求求大家 我求求大家报警 不能报警 不能报警 就是不能报警啊 我们真不是人贩子啊 你们两个不让报警 肯定心里有鬼 对 你们又是不是管 没有的孩子 你们在讯什么 就是把车门打开 让大家看车里边有什么 不就真相大白了 对啊 就是是 就是 打开 这门就大家看车 不打开 不打开 这是我们的事 凭什么听你们呢 交不开 就是 别因为你们看着我们 好欺负 就在你们之为 我觉得人家说的也有道理 凭什么让人家自争清白啊 我看这俩人也不像是人犯子呀 大妈 你跟他俩一伙的呗 哎年轻人 你怎么信我喷人呐 我真要嘴抖人家隐私 别跟他们废话了 赶紧走 救救你 你要不知 救救 我救救 你要我从这儿一样的 救救大家帮我来一下这辆车吧 这都不能让他们走 我女儿就在这里 救到我没想 救救大家 我救救大家帮我帮我 啊 哎 哎 哎 喂 喂 王总总 大魏大夫大姐 啊 我说求求你们啊 啊 我女儿啊 再不敢拍 行不行我抓你 放我身上 你们孩子活活 谁家没有孩子 你们要是孩子丢了 你们肯定比我还着急 把我女儿现在就在这辆车上 如果让他们走了 我这辈子都见不到我女儿了 我求求大家把房子 我求求大家 我们没管孩子 什么办的这种杀钱大的活 我们怎么可能干啊 没管孩子你心意什么 跑什么 就是 你看人家父母都急成啥样了 就让人家看见车里有能咋的嘛 没错 人命关天的大事 你们错怪也不能放过 大家伙 让我上 过来让他们跑了 是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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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开门 车门把门打开 快开门 车门 过来 不能开 快点开 开门 Gir 过来 他们是偷狗贼 我都跟你说了 没有你孩子 就不信 我最恨偷狗贼了 我们家豆豆就是被偷狗贼偷走 你们今天谁都别要跑 不是 我就偷狗狗而已 多大点事吧 至于吧你们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他们两个偷狗 偷狗 来 我不是人犯的 我不是人犯的 喂 警察总是 是我 好嘞 我们现在过去 好消息 警察已经得到子涵的线索 把这个镜头再放到那里 子涵 是子涵 根据我们的调查走法 你们的女儿确实是被人怪走 不过根据我们的排查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你们的女儿还没有被这个犯罪嫌疑人 转移出城 嫌疑人的位置在哪 我们已经在你们女儿失踪的地方坐不空 相信很快你们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 我都没有 是在哪 是在哪 城南的一个废弃场 你干嘛 你先冷静一下 冷静 你先冷静一下 现在去不添乱吗 冷静一下 喂 郭警官 有一伙人犯子落完了 落了吗 人犯子落了 不过 我们在现场还发现一具女童的尸体 需要家属来辨认一下 行 走吧 你们是失踪女童的家属吧 是 请张同事 是不是搞错了 我竟然不可能有事 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我们也是怕失误 所以说找你们来确认一下 你看 你们是进来看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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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请安 里面肯定不是子涵 子涵不会有事的 实在不行 你别进去 我进去 看一眼 不行 不行 我要亲眼看看 是不是我们的女儿 爸 爸 我 快 好 吃 我 吃 我 吃 哥 哥 嫂子 我孙女在哪 嫂子 子涵呢 子涵怎么样了 你们还有脸来这 嫂子 你这块什么意思 子涵丢了 又不是只有你很难过 况且 子涵就已经找到了 那这事就不能翻遍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都是你害子 都是你害子 不是 不是我 不是的 都是她自己乱跑 我没害子 都是你 如果不是你们 对是你子涵就不会出事 行了别吵了 现在最重要的确定里面是日子涵 里面躺着的 都没亲人是不是子涵 你别干嘛对我大吵大闹 到现在你都不承认是你的错 好 如果里面不是紫涵就算 如果里面是紫涵 我跟你们没完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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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 请家属进来鉴别视频 这位女童已似在被管转运期间 窒息而亡 没有明显伤 没有明显伤 请问两位等的好了吗 不是 人是 是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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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一下 学习 我去习成 fait 撤不到他 他 撤不到他 我去 那儿 找到了 找到你女儿的上 根据我们的牟牌调查 已经锁定的嫌疑人的位置 就在之前我们褪色的 南城的一个废弃场区 我们马上现在找到女儿了 一会儿到了地方 还请两个家属 能够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不要这样的嫌疑人 影响我们的抓捕 明白 走不走吗 公里一天 他一个 是他 是他 应该就是我们家子 看古装 远处的那个 应该就是嫌疑人的 是啊 还是我们家的 俩吗 对 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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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这不像是个人贩子 分明就是个啥乞丐啊 难道是我们搞错了 不会啊 我们比对过了 这个人符合监控里的一些细节 而且当时他也确实在场 我女儿呢 我女儿呢 你把我女儿都在哪儿了 你说 你把我女儿都在哪儿了 冷静起来 冷静起来 这分明就是个傻子 你为难他也没用啊 我在监控里看到了 就是他 就是他 你把我女儿都在哪儿了 你说 你说 你冷静起来 我知道 但是他是个傻子 怎么办也没用 是啊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走我女儿在哪儿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我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你 你告诉我好不好 你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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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到我 你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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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过 在哪儿 哈 好啦 去了 前 他们回家 找了一只女邪 快看看 是不是你女儿的鞋 我喜欢上海 给我爱的买的鞋 大哥 你刚才见过我女儿 是不是 我女儿在哪 姐 你小孩 我偷吃 小朋友 这个小朋友在哪呢 是小朋友 在哪 别害得 在哪 rhetorsay autism 你们 你 妈妈,拜拜,你没怎么来啦 妈妈总算找到你,妈妈总算找到你 妈妈不哭,是季庚叔叔 照顾我的,我他们有酒的 也不知道他们找到死还没有 这孩子这么小,能跑哪儿去呢 找他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 妈,这你也不能这么说 要不是你粗心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合着孩子丢了怪我啦 这孩子一点话都不听 这一转眼光我都丢了 这能怪我吗 妈,好了,我这不是也没怪你吗 来,说我过来,估计是我高通过来 妈,孩子找回来 妈,孩子找回来 智涵,大家都为了找你花了这么多时间 看你以后敢不敢乱跑啊 智涵,看妈妈给你买了什么 去玩吧,妈妈跟奶奶有话说 妈,我回来收拾完东西就马上走 以后智涵的事不用你操心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还能什么意思啊 我嫂子是要带智涵走啊 是不行 她要把智涵带走是想断了咱俩的生活费吧 想得倒是怪美 妈,你才不能让她得仇 对 不行 我可是智涵亲奶奶 凭什么你说带走就带走 你还知道你是智涵的奶奶 你尽到做奶奶的责任了吗 嫂子 你这话不能这么说 咱妈她又不是故意的 这再说了 妈的孩子这么长时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够了 我不管你们说什么 无论如何我今天必须要带走智涵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不可能让你们继续替我照顾孩子 智涵 跟妈妈说 以后听奶奶的话不乱跑了 快说呀,智涵 你说呀,你快说 够了 虽然智涵找回来了 但不代表我原谅你了 原谅 我又没做错什么 为什么要叫你原谅 妈,别人都已经告诉我 是你自己非要去跳广场舞 智涵才走丢的 你现在把错误推到一个孩子身上 你不觉得你太过分吗 你良心不会痛吗 良心 过分 合着我给你们看孩子白看了 街坊邻居谁不知道 嫌智涵是个女生 嫌我肚子不争气 没给您是个代伴 像您这样的奶奶 智涵不认识吧 听你说不认识都不认识 我才是她的亲奶奶 拿不开 妈 赵来你看你娶的好媳妇 我媳妇给我把你拉折大 又帮你照顾孩子 你就这么看着一个外人欺负我呀 外人 妈你就别闹了行吗 好 连你也欺负我 感觉我这辈子都活到狗身上了呀 我辛辛苦苦把你照顾孩子吃喝 连你也不认我了 有妈 小哥 开开妈妈 你就让嫂子给妈道个歉吧 别气坏了妈的身词 行了 我知道你还在气头上 但是你刚才说的话有点太重了 是 咱妈跑去跳广场舞去了 但是子涵走丢这事 咱妈也不想了是吧 张蕾你给我听清楚 我今天必须要带子涵走 你要同意你就跟我一起走 你要不同意 咱们就离婚 秦岚你别这样 要我再劝马下去 爸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和秦岚带孩子回家住两天 然后你也消消气 等过两天 我们再回来 你看这样虫吗 你少狂我 这子涵带走了还能带回来吗 哎呀 可怜我这一把年 也辛苦苦苦的照顾孩子 照顾他的 这个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 就是呀 大哥 嫂子 咱妈是真不容易 她为了孩子 给自己买顿衣服的钱都不舍得 这事咱就不能过去吗 你不说这我还没想起来 这两年我跟赵蕾 往家里陆陆续续打的钱 没有三万也有两万吧 那是给子涵存的学费的钱 这次我也得一并带走 这什么钱 爸 您忘了 每个月我们给您打的钱 除了您的生活费 还有给孩子存的学费的钱啊 啊 那个钱 我都放钱箱里了 哦 怎么是空的 钱呢 妈 你自己说 钱呢 你再修一个 那还有什么钱 我跟子涵不吃不喝呀 就是啊 现在养孩子多不容易啊 这都是花钱的地儿 这胡说什么 我跟赵蕾陆续续 每个月往家里打了三四千块钱 给您家还不够你们花的吗 光前那是子涵的学费 我们说好要给子涵存着呢 妈 那到底怎么回事 钱哪去了 你说什么呢 什么钱 你那什么时候给我打钱了 你是不是又打牌输了 哎呦妈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不是保证过以后不打牌了吗 我早都不打牌了 你还狡辩 哎呀 你吵什么呀 你们年轻在车里挣点钱 我在家里七公 我带孩子 花点钱怎么了 又是啊 大哥嫂子 你们都在城里买了房了 就那点钱 不吃一饭 妈 我跟赵蕾在城里 一天起早探黑 我们一天打两个工 我们现在还背着房贷呢 这两年好不容易能喘口气 就是想带着子涵去城里上学 你居然拿着他的学费去赌 你们还那么年轻 我再帮你们带两年孩子 你们在城里再挣回来就行了呗 再说了 过两天我手气好了 再给赢回来不就行了 我不管你今天有什么方法 你给我把钱要回来 你干什么 给老人要钱呢 妈 那钱是给孩子上学用的 不是给你打盘用的 不就是之前手气不好吗 回头手气好了 赢回来不就行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是给子涵的学费 现在马上要开学的 这钱就要用 钱钱后后加起来五万块钱 要不你自己出去借 借五万块钱回来 你手气好了自己还债啊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嫂子 你说这不是故意为难咱妈的吗 我为难她 月盈 你别站着说话不要头 你这么帮她说话 你替咱妈去凑五万块钱呀 江青岚 你横什么横 这钱就是我花了 怎么的 你说这钱是学费钱 我还说你这是孝敬老人的零花钱呢 哎呦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为老不尊全家遭殃 这么一点脸面不要的话 你居然说得出口 我就是不要脸了 怎么的 你有什么可横的 你以为我会怕的吗 好 既然这样 那我也有办法让你把这钱吐出来 妈 你不会失晓 只好再麻烦检查了 不管这钱能不能要回来 我今天也要让你长长记性 完了妈 这嫂子要是报警了 你这就算是聚众赌博 就算不是被抓进去 你回来也是要被是江青岭 就被救活的呀 哎呀 哎呀 没门 就装兵 看你能怎么逼我拿钱 原来你是装兵 算了 嫂子人太强势 这次我就帮我妈后面降起来 妈呀妈 这钱在你这里 回头你可有疯患一些呀 妈 妈 你别吓我 你醒醒了妈 妈是怎么回事啊 妈 妈 她有心脏病 估计是复发了 心脏病 什么时候的事啊 那还不是这几年带孩子累的吗 咱妈怕你们担忧 就一直没让我告诉你们 是带孩子累的 还是每天跳五个小时广场舞累的 嫂子你怎么说话呢 就是因为你这么强势 擦擦了咱妈心脏病复发的 我强势 我每个月给她打两三千块钱的生活费 就这样还可口我女儿的吃穿用度 和上学的费用 有这么当亲奶奶的吗 哼 钱都是我儿子挣的 我就不给你 看你能怎么着 行了 都别吵了 清朗 你不是懂点急救知识吗 你赶紧给咱妈看看呢 她脸色红润 瞳孔正常 根本就没有心脏病 为了不还钱在这里装病是吧 看我怎么揭穿你的谎言 咱妈脸色红润 不像是生病的样子 没病 那妈为什么一直昏迷不醒啊 因为你永远叫不起一个装病的人啊 十八成就是在装病 她是怎么看出来我装病的 不行 我绝不能醒过来 嫂子你怎么能这么说咱妈呢 咱妈也是带孩子带出了一身伤病 你这么污蔑她呀 什么叫给我带 子涵不是她亲孙女啊 不是你们老赵家的香火吗 当初我要把子涵带去城里 是你妈非得要拦下来的 你哥也同意了 你这千万不带孩子 出了事情反倒把个人推到我哥 还有老人身上 心情是逮 你才逮脱 我行了别吵了 妈都这样 你们还吵不起来咱妈的命了是吧 嘿月盈 你不是说咱们一直有心脏病 那家里肯定有常用药啊 把那什么素消救星丸拿过来给救人啊 对月盈 赶紧把药拿过来啊 我 他这是装病 哪有什么素消救星丸呢 我长天不在家 我拦着她的素消救星丸在哪儿啊 没有药 我看看你们这谎言怎么编进去 你凭什么怎么照顾咱妈呀 关键是跟你一点用都没有 不行 妈吃的身上没药 我要打机油电话120 不行 清兰 月盈 为什么不行 因为 因为 妈呀 你赶紧醒过来 我病不下去了 我得让她尝点苦涛 免得以后还用装病糊弄我 心脏病的黄金救治时间只有六分钟 救护车来了妈就危险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 哼 说的好听 我看 就是舍不得花点钱 可是现在没有药也没有大夫 怎么救咱妈呀 老公你先别着急 我学过急救 用一根长针扎手臂弯处的曲泽血 能够促进心胞筋气血的流通 对心脏病的救治有奇效 那等什么赶紧扎呀 行啦 赶紧扎 救咱妈呀 赶紧扎 救咱妈呀 这么做 这么长的人 扎下去就得有人命啊 月盈说的对啊 我也只是听中医说过 我没亲手扎过呀 这万一扎偏了 扎到动脉上 轻则流血不止 疼痛难忍 重则 重则什么 重则要命 他这是想要脑农的命啊 不行不行 不就是一阵 为了那五万块钱 我们这 什么 要命 这个怎么办呢 可是妈都已经这样了 如果不救的话 没事 清兰 你放心扎吧 我对你有信心 好 这曲折穴在哪呢 这儿吗 还是这儿啊 还是这儿啊 不对啊 这个位置是动脉 这扎下去 这肯定得飙血 那不得疼死了 哎呀 不行 先扎吧 要是不对的话 再换个地方 我 扎 哎呀 疼死了 哎 我刚才 怎么晕了 现在 病又好了 妈 你这装的也太不像了吧 我这真还没扎进去呢 妈 你怎么能装兵骗我们呢 为什么装兵 还不是因为你媳妇欺负我 哎哟妈 秦岚怎么欺负你了 你把孩子弄丢了 我们还不能一时 着急说几句气话呀 再说你秦岚每个月 给你三千块钱 你为什么还要拿孩子的钱啊 我拿他的钱 我还不是为了给你存钱 子涵还那么小 他每次给子涵那么多钱 江秦岚还不是偷你的工资 给子涵呢 妈 你又错了 我一月才四千块钱工资 我哪有什么钱呢 家里钱都是秦岚挣的 你的生活费 还有孩子学费 都是秦岚给的 嫂子做什么工作这么赚钱 她挣的钱 她有那能耐 我才不信 这么多年 秦岚起早她还在饭馆里 忙前忙后呢 有的时候恨不得一天工作 十八个小时 她为了什么呀 她不就为了能多挣点钱 再上来买个大点房子 把你们都接回去 好让我们一家团圆 过了好日子吗 妈 买房 买房 把我们都接到城里过好日子 对呀 是人们 我们这次回来 原本也要是带您和子涵回城里享福的 人秦岚为了给您尽销 特地挑了一个四居室的房子 那楼下就是广场 给您留的是最好的那间 你可以随时下来找老头跳舞去 我妈和子涵都去城里了 我呢 你一起去 房子有你一间 你嫂子现在是经理了 你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 是啊 月盈 以你的聪明 还有眼力见 我带你入行做销售 你一定做出好成绩的 那我也能像嫂子一样 挣大钱买新房吗 能 一定能 嫂子真是 妈 你看 我和秦岚把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您以后就别再跟秦岚较真了 咱们一家团团圆圆 和和美美的 比什么都强 秦岚 蕾蕾 之前都是妈的错 你们就原谅妈一次吧 以后 我肯定好好地照顾子涵 再也不会出这些事了 妈 咱们一家人 不说外奇话 咱们以后啊 和哥睦睦 房子圆圆 来 子涵 从今以后 咱们一家人 和和美美 家和万事兴 家和万事兴 让我们点成蜡烛 给我们的子涵 好好的过个生日 好了 二 三 二 一 走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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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今生日快乐 祝lington